如何提升这些羽毛技术 就一句话 脱离舒适区 那今天我通过教学告诉你们 最简单的脱离舒适区的办法 能够快速地让你提升你的羽毛技术 你不能一直打球 舒服服服的 那这样你不让自己难受 是很难进步的 所谓的难受并不是说什么 我吃不饱饭呀 去拿一些伤身体的事情开玩笑 我今天教大家的办法都是 我师兄成龙的教练 李毛李导教给我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在练快速抽档 这种快速需要 视力和这个敏捷反应的训练时候 把灯关掉 你看球看得不清楚 你更能够去锻炼你的反应力 你的手会更快 你的眼睛找球会更准 并且当你开针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球飞得慢的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练步伐的时候 把鞋脱了 你会非常滑 并且呢会小心翼翼的去跑 会限制你的移动速度和移动范围 当你通过这个脱鞋的训练步伐之后 再换上鞋子 那感觉真的就叫做剑步如飞呀 反正这个训练我是觉得非常好的 效果也不错 在学院也会使用 那第三个呢 就是穿杀衣啊 让自己不重的 包括去跑步也好 去打球也好 其实这个训练 在各项运动当中都是很常见的 所有的训练就是为了让你脱离舒适区吧 让你不舒服 这样你才能进步变强 我最推崇的训练呢 其实是两个 一个呢就是重派啊 我们这个重派呢是120克的 根据国家队的使用的重派而去做的 那重派的逻辑训练 我在之前的公众号的内容当中 教了很多 还有我们的弹力带 包括我在内 世界观众调理 还有我的好兄弟 也是国家队蓝弹选种学中 然后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扬声纳神 你的后台回复弹力带 也给大家准备了 国家队一些弹力带的训练方法 这些都是为了能让你变强 保障你在场上不受伤的一些训练方法 那这两个东西呢 非常便宜 在我的微信小程序 和淘宝店铺国语严选 重派只要188 弹力带的套装 6条只要59 并且呢 我们这些训练器材 在公司不倒闭的情况下 你应该坏了 是给大家一定会唤醒的 我今天只是列举几个例子 你也可以开通你的小脑袋 去来让自己不舒服 你们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然后聊一聊 我们一起为推动羽毛球事业努力 二维码 希望每个人都要加 我的名字叫做阳神大神 别问了 是本人 我期待和每一位热爱羽毛球的朋友们 成为朋友 我们成为不了朋友 成为点赞之交也蛮好的嘛